说完得意我们就得说诗意了吧 科举成就为一些人 但是有更多的人是诗意的人 诗意这么诗意 从唐朝就开始了 考不上的人呢 是真难过 举一个例子 唐朝有一个诗人叫刘须白 少年的时候呢 曾经跟一个叫裴坦的人 关系特别好 是好哥们儿 后来呢参加科举考试 裴坦考中了 然后当官了 刘须白呢没考中 一直就接着考 过了三十年 裴坦已经成长为主考官了 刘须白还是一届考生 这时候心里产生巨大落差了 他就给这个裴坦写信了 说无论如何 你得拉兄弟一把了 怎么写这个信 三十年前此夜中 一般灯竹一般风 不知人是鱼急许 油灼麻衣 代志工啊 三十年前的时候 我们俩是一块温习功课的呀 一般灯竹一般风啊 我们曾经承受过同一个蜡烛的光亮 也一块吹过冷风啊 我现在呀 不知道我还有几年的活头了 可是我还穿着白麻的衣服 就是平民的衣服 来等待一个志工之人 给我一次命运的转变吧 那我等这个贵人是谁呀 那不就是你吗 咱们俩是同学呀 少年的好友啊 好 当然裴坦深受感动 后来就真的录取了刘旭白 这也算是好的了 还有比这还惨的 这是三十年前 两个人一块读书 少年郎 那最后重到进士的时候呢 应该是五十岁上下 有比这惨的 谈到什么程度 宋朝啊 有一个举子叫詹义 詹义考到多少岁 詹义一直考到七十三岁 考到一年又一年 一次又一次啊 考到七十三岁 终于考中了 这七十三岁的老头啊 终于当上官了 当上官也是最低等的官员 所以呢 他也感慨万千 感慨万千 感慨到什么程度 他说呀 现在我终于当官了 也可以有资格取妻了 可是年岁大了呀 他说 家人若问 年级许 五十年前 二十三呢 这时候谁要有人跟我 有婚配之心 问到我年龄的话 我只好说五十年前 我还是二十三岁啊 风华正茂啊 七十三岁 够老的了 那有些人呢 为了能当状元 或者当进士 或者考中科举 费尽心机 就弄虚作假了 这事啊 自古以来 也是科举之中 特别让人头疼的一件事 我必须要是科举之丰 那是科举之丰 我必须要是科举之丰 那是科举之丰